川金会取消新加坡外交部表示遗憾 白宫今天公布美国总统川普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公开信 宣布取消原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 新加坡外交部晚间发表声明 对川金会取消表示遗憾 外交部指出新加坡希望朝鲜半岛相关各方能持续对话 并致力永久的和平与稳定